我們先回答朋友的問題 因為有很多問題 第一個問題 國泰如果明天開始下跌的話值得買嗎 我覺得未必是一個很差的選擇 但主要是它的前景仍然不太明朗 我覺得可以找得更加確定 但不代表 剛才說過 港股進入之後 後續可能某些東西就會穩定一些 會不會因為這樣的身份 或者受到這樣的資金的支持之後 某些東西作息度的改革 然後又是香港重新上路 有可能的 所以不能夠說一定是一個不好的選擇 暫時看不清 但是樣子的格局是像所有事情都見過底 甚至你可以說洗心革面 或者有一個大的變動之後 反正會好的局態 所以我不是看差後續的前景 只不過是不太清楚 Simon就問了 因為他沒有什麼時間看著市場 他不是跟得很貼 如果月供股票來儲錢的話 又想請教一下三隻股票 第一隻就是688 中國海外發治 值不值得月供呢 688 66 270 270都可以的 這三隻相對來說 根基相當深厚 270是獨家 借完可以投資 香港人喝水要靠它 而且過去運營的效率還可以的 從一個公用股的角度 之前我都說這隻幾乎是最好的 一年多之前我寧願選他而不選領展 結果的確 他現在算是 823因為社會風波 他當然受到很大的衝擊 但以色令是沒有什麼影響 後續來說都可以的 沒有什麼的 66號地鐵相對來說都可以 如果一定要我選 我暫時都可以選270多些 但當然他跌得比較多 類似領展 所以後續的股價都值得期待 你慢慢去月供他都可以的 當然月供這三隻股份 老實說我不是太覺得 那個回報可以是很高的 比如說你如果求1成2左右 因為這個可能是剛剛等於270 66號他們的ROE 的確就是12至到接近15% 12至13%左右 很有趣的 如果你的ROE長期這樣去 在一個相對fair的價格去買它 可能你的回報就是剛剛每年 就是12至13%這樣 688也是因為 相對來說以內訪股 它的size是屬於最大型的那一批 你變成穩當是沒有問題的 但它後續的超大的發展的空間 未必很厲害 在這裏如果你薄勁一些 你寧願買它的兒子 81中海弘揚 可能會好些 因為中海弘揚的財務狀況 一樣相當標柄 而且可能在息率方面 說不定給媽媽還稍微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作另類的選擇 而且它的風險也是很低的 另外阿聰問一下 兩位好 第一就是對巴1753 對啦 估值是多少呢 對巴就是我昨天才建創的 今天再加多一點 因為對巴的走勢 就跟2013 即是微紋這些 相當接近 譬如是有讚 這一堆的股份 甚至包括金碟那些 都是SARS的類股 這兩天 這些中小型的科網股 或者SARS股 調了 我都說了 由高位回調 接近5%至1成左右 為什麼呢 我覺得可能有些資金 一方面之前我們升了很多 真的升了很多 會不會是先訂了 你說我玩科網試一下 搏一下抽兩隻大野 即網易和京東 會不會有人這樣去心理呢 可能會的 有這樣的回調 這個對巴有別於 金碟有別於有讚和微紋 一件事就是 它其實主要的營業收入 不是來自SARS的 雖然它都說自己主力是做SARS 不過你會發覺 從它那個收入結構來解 絕大部分 是什麼呢 就是你鍵手機 進入某些APP 即是一大廣告出來 你鍵進去 然後當然 就進入相關的公司裏面 它就幫人去做這些廣告 OK 很神奇的 還有過去的幾年 它這個我們叫做互動的廣告 那個增速是很厲害的 而且它是國內現在做這些互動廣告 它是佔的份額最大的 所以我反而 如果純粹買SARS 我寧願買微紋 我買這隻這樣的對巴 一方面它市值做得很小 其實都是應該三十多億左右 微紋是接近兩百億 一百多億兩百億 我反而是看它的互動廣告 還有它去年來說 這隻1730其實已經在盈利 因為它的廣告賺錢的方式 它就不像微紋 微紋差不多 你自己先投入 然後靠騰訊 小程序那裡 再反點再給你錢 但是這個對巴很有趣 只要這些廣告有人卡 只要人卡 它就可以根據卡的點數 去很快地拿到現金 所以其實它的現金流已經是靜 很多搞SARS的企業 現金流還是負 大量的投入投入 但是它已經是靜 而且確切地有靈利 甚至如果你計算它的市盈率 都是十倍左右 我覺得你未必需要很重 但是也可以作為其中的一個 舉個例子 你用十分之一 甚至百分之五的資金 玩是這一隻 說不定可以給你驚喜 另外 他問第二件事 領匯823 上網價多少呢 你短線可以考慮 比如說大概75元左右 但是你如果沒有其他太大的選擇 你又想有一些類籃籌的 穩陣一些少 息率又不是太低 但是我覺得你一直去驚喜 你不小心驚喜 之前最高接近100元 你不去到類似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類似接近95元左右 你再去訪 但是你又在短線 你計算我覺得 機會比較大 就是75、76元左右 你到時你說OK 我玩短線而已 那你就套離 另外他問到一個問題 他說大事如春天快到 為什麼收市的時候 港股低於25,100元 大事後市展望如何 說香港春天到 不是說天天爆升八百點 不是這個意思 說香港的春天到 我剛才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就說在政治社會 氛圍方面 就見底 民生方面 也很有可能見底 香港算是 你說 國安法 真的 敲取 我想 總之大概七月一號 我猜 可能成為一個分水嶺 就是 重新香港 就是 整體那個 我相信 社會氛圍是不一樣的 他如果是相對來說 不是那麼抗拒這個 整個大灣區的發展 而積極去擁抱 這樣算 國內政府在這方面 我相信後續 有很多東西會落於 幫香港 一方面可能包括 股市方面的資金 另外一方面就是其他很多 比如說給年青人 回國內發展的機會 各方面 應該是有的 阿爺這樣醒一下 《國安法》 我就覺得 在文章裡說 其實很滑氣 如果你不是戴一個 有色眼鏡去看這件事 其實你反過來想起 阿爺這樣做 是真的為香港好 而且越是人家覺得 會令到香港某些事情 帶來了所謂負面的影響 他越是告訴你 其實是更好 這個是 我差不多100%可以說 阿爺會這樣做 多看一件事 其實可以留意一下 上證 上證 因為上次其實是 2月和3月做的高位 是302多 做了雙頂之後 就倒下來 你看到 今天上證都是收 295052左右 這些位 此過世上證 要試一試 能不能穿上次的雙頂位 如果是環球股市 這樣反彈的話 上證相當比較弱 就不是很合理的 當然就是可能那些資金 就是國內的很多的 你說散匯或者機構也好 可能會更熱忠於 譬如說科創辦 因為大家都知道 整個我們叫做投資的主題 都是湧去 湧向這個新經濟 上證相對來說 就是舊經濟股為主 因此 它受到這個冷落 又不是太難以去理解 不過如果整體 那個虛擬市場 的氣氛 是持續偏好 這樣算 應該按照你上證 都有一定的直博率 你比如在家裡買了 ETF 你猜它上不上 我覺得它上的機會會比較大 另外Eric他就問了 第一件事 1113 即是詳實 怎樣看 相對說 如果買香港的藍籌 我都會傾向於買 剛才說的 例如說 為什麼我的倉也買 領匯 領匯我覺得 一方面它的業務本身 是比較結實的 如果你整體的經濟 是向好計算 所收的租金 例如最近一段時間 它要適度減租 甚至個別的資產 要減值 但是 最壞的時間 過了去 後續又比較穩定 兼且 又可能 無論是本港還是 尤其是外圍 在國內也好 或者是哪裏也好 我相信它有一定的收購 但是 最近它有的信息 就是 即使是搶收購 都趕不來 因為疫情 還未走 但是 後續的發展 相對是比較穩定 那你說 長實 甚至 長和 一號 那些 我就會寧願買新鴻基 好 另外 還有一隻 6823 兩隻選哪隻 香港電訊 嗯 香港電訊 我就會 跟誰選 1113 可能選 長實 1113 會好些 因為它可能 都會跟 譬如說 香港的地產的前景 譬如說 之前都有點憂慮 暫時可能 大家會覺得 還未太明朗 不過我會覺得 就是 香港的樓價 就算很多人很想它跌 都很難跌 或者爺爺這樣幫香港說法 它的確很難跌 我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其實這些就是自己找自己笨 會不會有很多人移民 跟著扔樓 我覺得是不會出現 這些是很條件反射式的想法 實際是 第一 可能個別的外資 基於某種考慮 它真的會切都未頂 但是你說以香港的居民 要移民 要劈樓 導致香港的樓價大幅下跌 這樣算 這種可能性是接近於零 所以就寧願買偏 即地產那邊可能會好些 好 另外他問多一隻 對巴也是 它是4元入了 那怎麼辦 差了 還有你資金是很多 這樣算你再買多一點 剛才說 它是 比較性感 後續的這個發展的空間 我反而不看SARS 是看它的互動廣告 總之一方面 它的現金流是正的 我看回它的業績的報表 其實是去年的現金流行性 有成流入兩億多 你可以說實際上它的盈利 你說核心盈利 其實有兩三億 它市值都是三十多億 不用計 好 另外哈士奇有問 它就說 2018瑞星科技 可以上到什麼位 它是42元有貨 今天收到43.15元 瑞星要看整體的手機市場 可不可以歷經這次疫情之後 尤其包括蘋果也好 或者三星 甚至華為那些 後續的發展 華為現在暫時 就不是很清楚 你會不會整體的手機市場 有一個很快的大幅的復甦呢 現在又似乎還未看得很清楚 所以它可能會落後一點 這是瑞星 我會偏向你可以選擇這個貨網 但你這個價位買 我又覺得不需要害怕 另外 涼峰區就問 他就說 請問1093前景如何 它16.42元有兩手貨 應不應該溝 石藥 今天收15.9元 溝就可以不溝 但我建議你可以持有 例如說 類似我的倉這樣算一下 佔比都是5% 可能都不到的 是不到的 在我的倉裡面 如果是同樣 在你的投資組合裡面 佔比不超過一成 我建議可以持有 另外一位朋友問 2840都是黃金ETF 還有SPDR和7299都是ETF 都是黃金的 有什麼分別 哪個好一點 還有什麼位置可以進入 我上次也說過 其實一方面 老實說 我真的不太覺得 哪個人認識黃金 認識黃金的意思是 黃金本身是 給我們一個Hint 就是 你很難以為它做一個 很精準的定價 譬如黃金值多少美金 從什麼角度去看 你是不知道 無從去 你說股值也好 股量也好 搞不好 變成了 它可能受到很多方面的投機因素的影響 那它應該怎麼走呢 真的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不是很建議 買黃金或者買黃金的ETF 我寧願你買指數 你比如說OK 我剛才說 如果真的香港春天來 你不如買營賦 後續來計 如果 我想恆子的公司 我想它也會有個考量 就是 你看看過去幾年 恆子其實動作不太大 波間還是這樣動作 如果加多一些厲害的新經濟股 比如說阿里 會不會到其時 京東美團 那些都可以進來 這樣算 或者加多一些中型的科網 會不會它後續的指數 可以慢慢慢慢走 比較堅定的 向上斜 所以你寧願買營賦基金 會不會好一點 是 完全同意 因為其實金價 第一它最主要是避險作用 你現在看到 無論是整個環球疫情上也好 或者地緣政治上也好 避險的情緒是越來越低的 你看到VRX跌下來 第二就是金價上 你上下位這樣算 某程度上 都是在上下波幅位 你拉回圖 你近三四個月 它都是在100元的範圍走來走去 所以它暫時性來說 還沒有方向著 始終我們認為 即使不是天下間最聰明 但是極聰明 既有智慧有人的說法 黃金本身的確 除非真的打仗 如果不是你平時去玩這些東東 老實說 是給不到一個 給不到你一個很有把握的return 因為你沒有得想 不到你也沒有得想 所以就 股票 尤其是優質股這樣算 按理就可以給到你 長線來算 比較確切確定的回報 另外有朋友問7500 逆向那隻行使ETF 他問什麼時候可以進入 我不是很建議買這些東東 因為就是 第一顯爽工具 我不覺得類似巴菲特 他為什麼一直都是長期一些 所謂的優質股 他亦都和大家說 不要對到美國會想到 他一直都看好美國 因此他就不辜貨 當然對於他來說 可能他都會看好指數 你除非預視得到 不知道什麼因素 令到整個指數 整個虛擬市場 是大幅向下降 如果你看不到 這些元素 或者元素不是那麼強烈 你感受到一點都不深切地算 就不建議買這些衍生產品 即是就算買這樣算 你看得很確切地算 不要那麼大注 類似買牛熊的那些 我認為是 我長期買這些衍生工具的人 他到底能夠賺多少錢 真的不知道 至少我相信 一百個人去玩 這樣算 不會有超過一成的人 是有症回報 所以可以不玩就不要玩 另外Jack問 981中心國際 他11.6有貨 那麼厲害 今天收19.44 你繼續持有 還是什麼位置吃掉 什麼位置可以再加注 或者 建議繼續持有 上次也說過 如果他佔你的 比重不是太高 我覺得你不妨 發夢 夢想是需要有的 你當作其中一隻 說不定可以真的幫他發突 也好 整個中國的復興或者崛起 芯片的技術是需要突破的 其實在這一方面 你想想 他快要 國內審批部門 特別為他開綠燈 令到他更快地 是可以上到市 在A股那裏 如果以國內人 對這隻股的興趣 這樣算 不知道會不會炒爆 即在A股那裏 我覺得你現在已經有 香港這邊的股份 你就炸 不要短期之內 刻意去玩很少波幅的上落 可以放長一點 OK 好 Lily就問 請問物管股選哪隻 什麼位置可以入 物管股一直都是 他最近是回調平均 百分之五至接近一成 我就覺得那個 再向下再回調空間 未必很大 但當然因為 剛好 設定牌 有兩隻股份 例如1995 另外還有產品 六成服務 我們叫做抽水 抽水這一下 就會令到 某些資金 驚一驚 一方面 大家也知道 它的股值很高 一、兩、兩、三十幾倍 甚至個別的 超過七十倍 可能在這段時間 有一些資金 先走了 先獲利 先套利 會導致過去一小段時間 它們集體出現一定的回調 但我也是看好它們的前景 包括它本身的實質業務發展 還有股價方面 如果真的這麼巧 再多一點 看你已經是下跌 超過了我全初的預期 就說 你跌多一百分之五 即是說 對它們分別的高位 平均跌一乘二、一乘三 或者接為一乘五 可以去買 可以買哪些 其實很多選擇都可以 例如說 三三一九 一九九五 三六六二 最近 譬如說 保利 都跌得比較厲害 保利 是跌了一成有多 但是保利 相對來說 它的估值接近是最高 因此 我會覺得 反而這一隻 它的實力是 不需要質疑的 是OK的 而且它相對說 有很多 非住宅類的業務 很多的大行 會覺得 在這方面 這些業務 會更加穩定 因此 你試試 如果再跌多一點 你就再留意 OK 另外 他又想問 772 越民46元入了 可以長線持有嗎 有沒有目標 這隻也是 試試法蘭夢 當初 我開始去買這隻股份 也是想發夢 981是發中國的復興夢 發中國不被人打死的夢 772是發什麼夢 就是跟外國 美國的萬威的對標 你可以 吃它的 我們叫做 知識產權 的變現 因為一方面 它依然是比較多的收入 是來自於 上網 你閱讀 那個收費 但是 按理 中國人的文筆 是很厲害的 很多的創作 效續 變成漫畫 變成電影 在騰訊的幫助之下 會不會有更大的發展 我覺得概率是比較高 因此 你持久一點 這些股份 不需要看 好 另外 他又問另外一隻 就是匯量科技 Shirley問的 他就說 怎麼看匯量科技 1860 都是類似有贊 微盟這一類 我覺得 這麼巧 其實美團也是 衝到很急之後 過去兩天 這麼巧 都是一起進行回調 大市升在這兩天 他們都相反方向向下跌 當然也是 正是因為他們過去 相當 不算長 不記得一段時間 升得很急 他們回調一下 在這個機會 是不出奇的 但是 你看看 會不會是 當京東 當網易 都上市之後 如果整體科網的氣氛 是比較 Hit 這樣算 有比較大的概念 相關SARS的股份 說不定會重拾聲勢 所以 都可以繼續持續 另外 James問的 1995 永星生活服務 背股後跌定未 現價可不可以入一住 今天收11.6 其實 這一兩天 最低 試過去到 差不多接運11元 今天 你看到 尾段 稍微向上 升 一點 我覺得這就OK 即是說 現價 如果你沒有的 可以去累積 如果你剛好 在附近 無論是 比它低 還是比這個價 稍高去買 可以繼續持有 OK 另外 有朋友問 他說 如果看廣告 1917 鬥盟 和對峰 有什麼分別 鬥盟 我反而沒有黑語去看 但是 至少看相關的資料 就是 這個對峰 在這方面 做得比較出色 不過他們有一個狀況 比如越盟 那些 抱了微信的大腿 有契爺 在幫他 但是對峰 他就是沒有其他的資產 就是靠他自己奮勇向上 管理層都是比較年青 據說都是一些狗靈魂 但是可能有些時候就是這些年青人 在這方面他們是有比較大的幹勁 還有 CNA牌 就對峰 有一個公告 就說 一方面他買了 在市場直接買股份 就是留給員工 就是給他們 你當作是一種獎勵 還有 自己鎖自己的股份 就說 要上市 我忘記了兩年 還是三年之後 施政解禁 即是即使他升了 我也不訂 就是他嘗試給這個投資市場 一個信心 就是一方面 我好看好自己的公司 變成各種的因素 去考量 他剛才提到的另外一家 可能我需要詳細去看看他的特質 但是至少對峰 在這方面 我覺得是值得看好 OK 好 另外 有網友問疑卡 疑卡就是9923 他說有貨17.82 收16.02 這隻沒有跟進 Sorry 我都不知道如何評斷 好 另外有網友想問Thomas你 匯豐怎麼看 為什麼呢 他有貨在售 平均價大約是64元 究竟轉其他好還是怎樣 如果你一定要買銀行股 我建議買恆生 甚至可能買中銀香港 但是轉不轉 他平均價64元 其實不需要看過去什麼買價 就是看未來的發展趨勢 在現在這個價位 我寧願 假設我沒有貨 我要買香港的銀行股 我就會買恆生 第二選擇可能是中銀香港 另外Kase問1833 平安好醫生值不值得入 今天收101 平安好醫生先一陣子換了管理層 我聽說就是因為好像抄襲人 在輿論方面就不太好 平保大股東可能對這件事很不高興 正一陣子的風氣 但是一大堆的管理層 這樣去轉發會怎樣 當然從平保的角度 他們會說沒有影響 但是我覺得是肯定 可能要重新有一段磨合的時期 還有1833其實應該還有相當一段時間 他先正可以迎離 短期內或者中期 他應該都是處於虧損的狀態 當然你說網上看醫生這些風氣 沒錯疫情是幫了他們很多 但是在這個領域裏面 我都不是太過識看 到底他後續可以發展到什麼程度 很難以去顧慮 因此我會寧願選一些更穩陣的 比如說剛才提到的幾個大型 就是騰訊阿里 甚至京東 甚至美團 可能會好些 至少那個確定性是高很多 然後另外一位朋友問 他就說1717最近走勢很弱 你怎麼看呢 奧優 我想可以等待 就是他真的公佈中期的業績 又或者調轉 看看他中期業績之前 有沒有一些所謂的預期 因為按理一方面 他第一季其實是跑得不錯的 因為他在這個 全天下都被這個疫情掩蓋之際 他居然率先說 我的業務不錯 而且還發營起 因此那一波是最急勁的 但是反而最近市場 他摸下摸下 甚至衝高之後 回到大概15.6至16.23元之間 朗來朗去 的確勢是偏弱的 我會覺得就是 你看看整個組合 如果你是很重貨的計算 你可以嘗試 投機性就是減少一點 然後就玩一下其他 你說如果是物館調整得多 你可以去買 或者你會覺得 如果是科網 都會持續比較Hit 我又要穩定一點 你可以譬如買阿里 甚至騰訊 或者是美團 美團如果是再調多一點 你也可以去考慮 可以這樣去佈置你的倉位 但是我也依然看好這個1717 因為就是他可能 你可以說他沒有什麼特別的亮點 或者他可以早於整個市 之前他已經升了比較多 你可以說那個主力的資金 在這個時候會不會 壓一下貨 那類的 如果是有一個更好的業績 或者是一個更好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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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重新再爆破呢 因此就不值得 譬如說 就算你賺了這樣計算 不值得是扔掉 可以是適當的減少一點 但當然你其實可以繼續減 即是一股都不股 沒有問題 另外有網友問 941上網可以多少 今天收55.9 941中移動 都是那一句 拿大東西 拿阿里 拿騰訊 這些會好一點 但當然指數 去到不上限 我想他都會動 但是 不是一隻 怎麼說 即是你長線拿 這樣計算 未必能夠給到你很大的回報 好 好 最後幾條問題 第一件事 就是99800現價 會不會可以爆上去 看多少 即是阿里巴巴 今天收212.4 阿里巴巴看之前的高位 即是222樓上 甚至是否有最高 去到接近203 這樣的位置 227.4 不是二周高 是的 我覺得是有機會創新高 整體的氣氛是這樣的 還有他的業務任覺有問題 是持續增長之中 而且他的魂應該是全中第一 而且他的增長性還是相當之猛 所以阿里是可以繼續拿 拿到我建議創新高為之 好 然後另外1810 即是小米 有朋友仔11元 入貨 上網多少 即是最近他升了 今天收12.9.8 是的 如果是整體科網這樣上去 這樣算 他應該都有機會 因為如果你側重看他的手機方面 其實是未必比你很大的興奮度 但是如果市場突然炒回他 其實更像科網這樣的概念的話 說不定他都應該是有那個直播率的 例如看13.5元左右 即是未必是很高 因為他不是在那方面的概念 即是令到人未必是看得那麼清 在科網方面 所以可能去到五上下 他就遇到一定的壓力 好 另外Eric他就問 11.28可不可以追 永利澳門今天收15.62 11.28就 之前我都說 我寧願買39.8 雖然我之前投機性放了之後 我也很慎乏 其實最近這兩天 其實升到比較多 39.8 因為是全世界都開封了 那會不會柬埔寨那邊的賭場 都會重新開封 他現在還沒有公告 說我就開封了 但是你看到今天升了 昨天也是大眼 過去那幾天其實他跟到的市 甚至可能比市的幅度還要高一點 我覺得可能這一隻 後續給你上網的空間 或者那個確定性 可能會更高一點 是的 OK 今天謝謝Thomas 跟Kyles說 關於1753可以聽到 我們之前三十多分鐘的節目 你可以重溫那個節目 是的 沒錯 好 提一提大家 今天星期五三點半 在我們的Facebook page上 都會有直播 袁紫熙和Jace大大 他們兩個都會 今週五有個特別的節目 都會有直播 到時候大家可以收睇 好 好了 今週五